警察宣導講到快沒口水 言憂在耳萬華區的茶藝館 還真的就出事 相關等等一定要被戴口罩 做好社交距離 要用酒的地來消毒 給大家物理配合 如果沒有保持好 可能會造成物理的破綻 所以這方面還是大家 密切配合 前天萬華分局警方 才到茶藝館宣導防疫 昨天就新增16例本土案例 這還沒完 今天又新增25例確診 包含13例本土 12例境外移入 本土個案中 有9例是跟盧州某獅子會前會長 曾一起在餐廳用餐 另外3例跟萬華茶藝館相關 原本搞到北台灣很緊張 疫情警戒升到第二級 但幸好檢驗結果出爐 針對兩個不同地區首例的個案 包括盧州的首例1203案 就是說羅東遊藝場相關的首例1202案 這兩案是在定序結果已經出來 是跟華航諾富特事件 最主要的這個病毒株 也就是造成諾富特裡面員工都相同的這個病毒株 華航也有幾位機師是幹同樣的英國變異株 那他們跟這個羅東的這個1202案 以及這個盧州的1203案 彼此之間的序列都是相同的 那所以這個序列相同是可以 顯示說很可能是有同樣的一個傳染鏈 那只是說就這個因果關係的部分 比如說是誰傳給誰等等 這些其實還有在經以後的這些釐清 不明感染源的問題有點眉目了 也讓人安了點心 但因為茶藝館以及案1203的足跡 便及北中南 要是成為防疫破口 後果讓人難以想像 冠華去茶藝館業者 從昨晚開始也都自主停業消毒 原本越夜越美麗 熱鬧繁華的街道變得黑漆漆 每間店都會怕啦 對啊 喔 然後自己先把自己的線弄乾淨 就先消毒這樣子 吸了又在哪裡 受到影響很大 很大 所以我會過不去 我跑幾百塊而已 我六點到現在 幾點了 一點了 跑幾百多塊 疫情指揮中心 特別匡列茶藝館附近區塊 將傳簡訊提醒民眾注意身體狀況 我們通訊的一個是 就像這個表一樣 它只要是在溫華區裡面一個 就是四條路 坑定路 恆溪路 三段 五周間 桂林路之間 匡列的時間是4月15號到5月12號 那當然時間越早的話 那如果政府一直都沒有什麼相關的症狀 那不會有問題的 那是不會有問題的 突發中心台北報導 東西 對 中國 別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